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脱北者的故事 什么叫脱北者 脱北者就是脱离北朝鲜的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脱北者的大概的一个数据 然后再看最近在墙内 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个脱北逃犯叫朱贤健 从他这样一个故事就能看到脱北者的人生非常悲惨 就是在朝鲜那样极端威权的国家 老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脱北者 脱北者又被称为逃北者 或者是脱北民,或者是归顺民 北韩离脱住民,或者是北韩流亡人士 朝鲜那边一般称为叛逃者 是指通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 然后到达其他国家的朝鲜国民 我们来看这个脱北者就是是怎么形成的 朝鲜我们知道是全宇宙 除了中国之外最伟大的国家 对吧,因为他们有个伟大的金三胖 是全宇宙最伟大的领袖 当然跟习近平比的话还差一点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这个国家 国民生活应该按理来说应该是很好的 对不对 为什么这些人要逃离朝鲜呢 对吧 谁愿意离开自己伟大的领袖 对吧 去别的国家做一个难民 我们先来看这个脱北者这个形成的原因 脱北者主要是 如果我们看数据的话 这个脱北者这个人数 主要是从那个1998年开始上升的 百科的这个数据显示到2009年 就是从1998年 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 一直到那个延续到2009年 这个人数是 是那个一直往上升的 到2009年大概每年有 3000多名的这个脱北者 这个人数还是挺多的 朝鲜是相对比较小的一个国家 再加上那个朝鲜 它那个统治很严密嘛 我们之前经常看到新闻就是逃离那个三八线的 甚至可以开枪把你打死 然后你想一下这些脱北者能够离开那个朝鲜 那么严密的那个控制之下 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就是这个脱北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是朝鲜国内的情况 朝鲜国内发生了什么 我们知道从1990年代末期就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脱北者 主要是从那个90年代中期的那个朝鲜饥荒引起的 这个朝鲜饥荒主要是指 1994年在1999年在朝鲜发生的大面积饥荒灾难 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 这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像墙内60年代的那个什么大饥荒 我们墙内的官方或者历史书上叫做什么三年自然灾害 在朝鲜有一个也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苦难的行军 就是指的是这个朝鲜在1994年到1999年发生的这个大饥荒 你可以想一下人类都已经到了20世纪 都快进入21世纪了 还会在一个国家发生大面积的这种饥荒 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由这个极权统治导致的 这是这是他必然的一个结果 在苏联发生过 在中国60年代发生过 在朝鲜发生过 对吧 以后有这样的威权国家或极权国家也不也也不会消失的 由于朝鲜是一个极端封闭的国家 在事件中具体的死亡人数难以知晓 然后根据不同的这个文献估计 死亡人数大概在24万到3500万不等 死因大多为那个饿死或营养不良 而病死 峰值出现在1997年 然后最近的这个研究表明 1993年到2000年间 因饥饿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了33万人 1996年1月1号 朝鲜的劳动新门发表新年联合社论 提到了朝鲜面临饥荒和经济困难的状况 号召民众像金日成当年顺领抗日游击队在满洲 同日本军队斗争一样进行一次苦难的行军 从此以后这个苦难的行军就成为了朝鲜对这个饥荒的委婉称呼 这个相比于中国60年代的大饥荒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对吧 我们知道大饥荒的时候死亡人数也是被掩盖的 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所谓的这个稍微开放一点改革开放之后 就有大量的学者研究这个大饥荒 其中有一本书就是非常有名是那个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写的 因为他是新华社他体制类的人 他能够接触到很多那个共产党内部的一些资料 他写了一本书叫墓碑 就详细记述了在那个大饥荒中中国饿死的人口数量 而且发生了那个很多很惨的事情 我们也有几期节目来介绍了本书 感兴趣的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 这种体制必然会导致这个结果 就是在任何国家只要是这种体制 它必然导致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在苏联有了个大饥荒 对吧 然后在中国有大饥荒 然后在朝鲜有大饥荒 而且朝鲜这个大饥荒 就是更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人类已经到了马上到21世纪了 在地球的一个地方 不是因为那个什么特大的那种自然灾害 发生这么大面积的这种饿死人的情况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因素了 因为大家都吃不饱 就像当年广东那边大桃港 墙内大饥荒的时候 当年在广东省有大批的这个墙内的人 因为吃不饱饭嘛 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 就跟这个很像了 你看这个是同样的配方 就会有同样的味道 然后这个脱北者主要是属于90年代的 中期的这个朝鲜饥荒 朝鲜又是一个那个极其封闭的 这个高度威权的这个极权国家 所以对民众进行严格的控制 就是你就是吃不饱 不允许你跑 1987年朝鲜刑法第47条规定 对那些背叛祖国和人民而逃往外国 或者逃往敌对国家的人 处七年有期徒刑 或家众的劳动改造 如果该人的行为是一次严重的背叛行为 他将被处于死刑 并没收全部财产 然后第117条规定 对于未经允许而越境的人 处三年有期徒刑 或者轻微的劳动改造 这是朝鲜的法律 对这个脱北者的这个处罚 就是说你严重的情况下 直接就可以把你枪毙掉 就跟那个墙内六七十年代是一样的嘛 根据这个百科的统计 总人数大概是在一千人左右 但是随着近几年 他国内朝鲜国内经济状况稍微改善 再加上这个 他对脱北者的严密监控 就是脱北者的数量 总体来说是在减少的 但是还是很多 他们脱北的途径主要是两个 一个就是越过三八线 逃往那个逃往韩国 对吧 这是一条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那边我们知道 三八线那个是个 是个军事缓冲区嘛 严格来说朝鲜战争还没有完 还没有正式结束 我们之前就能听到很多新闻 就是说那些 很多人是冒死 穿越那个三八线的时候 被朝鲜那边直接开枪打死的 另外一条线路就是 进入那个中国嘛 过那个鸭绿江 然后进入中国东北地区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 就是逃往东北的 根据那个美国之音 援引人权观察 韩国数据中心统计数据 截至2012年 总共有20多万脱北者 生活在中国境内 联合国烂民署统计 截至2011年末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是脱北者最多的三个西方国家 2012年在加拿大 申请难民身份的朝鲜人 为718人 然后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脱北者 中国官方会做什么样的措施 如果他在那个墙内犯了法 比如说抢劫啊偷窃啊勒索啊走私啊等等 然后墙内一般就会给他一个刑法 然后刑满之后就会把他遣送回朝鲜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根据这个叫朱贤健的一个脱北者的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脱北者的悲惨的人生 关于这个事件 我们先由那个警方的一份那个悬赏通告说起 这个悬赏通告是这样子 是2021年10月18号 吉林警方发布的一个悬赏通告 我们来我们来看这个悬赏通告是 吉林监狱罪犯朱贤健 利用收工时间通过攀爬AB门 雨棚翻指尖墙 强行脱逃 目前下落不明 这点儿可能不是很想呼吁 这个跟本件事也差不多 这个再来了 哇 你就放点什么 这这么卡的 这两下去 没事你就以前这样吗 两个说 他拿着什么玩意 你弄 那什么是在监区里拿的 对 啊 他 啊 那电网没电了 电网没电了 电网没电了 他把电网给拽 这时候 电网有电 有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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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咋确定电网没电的 他拿那个设的 不是 我让你试试 我 哎 他踩磁壶上去的 啊 他踩磁壶了也没电 踩磁壶过去的 咱们上面那道铁磁网不是有电的吗 没有 没有电 那道磁网是 细 卡顿 卡顿 呀 孔子 甩脚袋 拯 positively 小亮点就是在监狱那门道翻过来的 还穿着胸骨呢 左脚有鞋 右脚没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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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拿好绳了 朱贤健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 身高1米60 然后主要特征是单眼皮 瓜子脸 小眼睛 逃跑时身穿监狱劳动服 背穿深色现衣 现裤 住该人无户口信息 然后请广大群众注意发现并积极举报 凡是提供线索协助抓捕罪犯嫌疑人的 奖励人民币10万元 凡是提供线索直接抓捕犯罪嫌疑人的 奖励人民币15万元 凡是知情不报 窝藏 包庇犯罪嫌疑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个基本说的事实就是这个朱贤健越狱了 而且网上是有朱贤健越狱的这个视频 我们来看墙内的一份关于这个朱贤健的一份那个刑事裁定书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朱贤健 说是罪犯朱贤健男1982年10月13日出生 中学文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 现在吉林省吉林监狱服刑 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5日作出刑事判决 以被告人朱贤健犯偷越国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判抢劫罪 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驱逐出境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16000元 驱逐出境 2017年6月7日 经本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6个月 执行机关吉林省吉林监狱提出 减刑建议书 报送本院审理 本院于2020年3月17日 收到减刑建议书 并依法组成何议庭进行审理 现已审理终结 执行机关认为 罪犯朱贤健在复兴期间 能够认罪毁罪 认真遵守法律 法规及监规 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积极参加劳动 确有悔改表现 然后本院认为 朱贤健在复兴期间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符合法定减刑条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裁定如下 对罪犯朱贤健减去有期徒刑8个月 刑期至2013年7月22日 至2023年8月21日 这个判决书是2020年4月10日发布的 也就是说这个朱贤健服刑是从2013年 到2023年8月21日 至差不多有一年多 他就要重获自由了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 就很多人就是已经熬过了 有九年多时间了 对吧 然后就差一年多时间 就可能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为什么要越狱 很简单 很多人刑满释放 他可以重获自由 但是等着这个朱贤健 刑满释放之后是什么 就是要遣送回国 遣送到哪里 遣送到朝鲜 我们刚才说了 朝鲜的法律是什么 对于严重的这种叛国罪 所谓的这种叛国 就是这种脱北者 就是死刑 所以对于这个朱贤健来说 他不得不做这个越狱的事情 为了活命 他只能去请儿走险 然后越狱 然后逃跑 看能不能找到一条生路 网上一段那个视频显示 这个朱贤健 越狱的这个情况 朱贤健动作非常敏捷 然后越上这个碧玉棚的大门 然后在越身抓住那个屋檐 动作轻盈 然后登上屋顶 搬跑数秒 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棍 干扰高压电线 然后电线被那个短路之后 他脚踩电缆线上的这个绝缘磁骨 走到高墙的铁丝往边上 然后纵身翻墙逃跑 我们刚才说了 他逃跑是为了活命 不光是为了救自己的命 而且可能会救他家人的命 朝鲜对叛国者的处罚是枪毙 而且临死之前 还要遭受这个非人的折磨 并且如果你一家有人这个偷渡 或者是叛逃 全家都会连坐 然后关于这个朱贤剑的这个绅士 有网上的说法说是 朱贤剑是之前朝鲜的这个特种兵 他是出生在一个朝鲜农民家庭 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18岁的时候应征参军 进入朝鲜特种部队服役四年 所以这个如果他这个特种部队 我们就可以理解他那个越狱的时候 就是动作很敏捷 然后2004年 因朱贤剑的一个姐姐脱北 经审查后 朱贤剑被前往新兴郡 农北煤矿进行脑改九年 2013年7月21日 凌晨一时许 竟由托门江非法越境 进入中国吉林境内 次日多次进行入室盗窃 抢劫 随后被警方逮捕 这个人的身世还是蛮惨的 他原来是一个特种兵 应该至少生活还可以了 然后2004年 他姐姐就是脱北 然后他就连坐 他就被送往这个煤矿改造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所谓的劳动改造是什么 就是就像奴隶一样 2013年 就是相当于是越境到那个 脱北到中国吉林境内 然后被中国警方抓获 然后坐牢 一直到现在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故事 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那么美好的一个朝鲜 民主主义共和国 他的民众 为什么千万百计的 要离开这个国家 就像当年那么多 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 要逃往香港一样的 这种极权国家 老百姓的生活是最惨的 因为老百姓没有任何权利 老百姓像奴隶一样 但是官方 或者是那些无耻的 那些极权统治者 在粉饰这些东西 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 把人民挂在嘴上 就是虚伪至极 然后以人民的名义 在如意人民 这就是极权统治的这个本质 稍微有点人性的人 稍微有点侧隐之心的人 都不会说是 想方设法把他送回去 然后关键是 这个中国这个警方 这个悬赏最开始是 十万元 最后就是提升到了什么 七十万元 就感觉是 好像是多么危险的 一个人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仅仅 想得到一个卑微的 一个生存的权利 从这个案例 我们基本上就能 就能看到这个朝鲜 整个国家民众的生存状态 不管他那个官方是怎么粉饰 都是无法掩盖的 就像当年共产党无法掩盖 大饥荒中 饿死几千万人 这样的事实 老百姓可怜到什么程度 为了吃一口饱饭 为了生存这么简单的这个权利 更别说其他所谓的 作为人基本的权利了 所以这种极权 这种威权统治 是非常罪恶的 它是通过一个体制 来奴役它的老百姓 我们不赞成喊什么口号 但是我们今天要喊一个口号 就是要 就是要打倒极权统治 就是要打倒极权统治 否则 生活在其中的老百姓 过着非人的生活 就是现代版的奴隶 反过来看中国墙内的这个生活 按照现在目前这种搞法 极权加这个民族主义 加马克思 我觉得过不了多久 整个墙内很有可能 就倒回到朝鲜的那种状况 关于这个我们就了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